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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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薯蓉炒生菜 坐下去 媽啊 慢着 拜託 我簡直是你 那是炸盤油 我聽別人說 它很厲害的 可以治癒鼻 可以治癒心臟病 可以治癒血管 可以治癒胃病 你的朋友說你治癒鼻嗎 好啊 譬如試一下 別人可以喝兩斤 可以暢通無阻 喝兩斤就暢通無阻 是呀 是不是這麼厲害 那些花心油很好吃 真的 嘩 這麼貴一女 一枝底兩枝 是呀 我當家人吃柴米貴 你真的 這麼貴 之所以 是因為它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我也是為你身體好 你不要嫌不貴 好了好了 乖女兒 出來我煮飯 別試一下 嗯 橄欖油 真的可以 真的不用 留言片講 查了先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上好 歡迎收看今期的生物調查團 我是調情杯杯 現在很多朋友對於飲食 是越來越講究了 因為追求健康治療 對於家裡那瓶油 也是不放過了 而杯杯身邊很多朋友都說 鹼藍油要比其他的食用油 要更加有營養 因為它是最適合人體營養的油 很多朋友都會首選鹼藍油 作為他們的食用油 而相關也都號稱 鹼藍油是最適合人體食用的 因為它可以促進我們人體的消化系統 刺激人的食慾 更加容易吸收和消化 同時可以抵押心臟病和癌症 亦都可以預防血栓形成 以及降低血壓的作用 究竟鹼藍油是否真是最健康的食用油 今晚我們一起來調查一下 鹼藍油是一種食物油 最初在地中海一帶被食用 後來因為可能具有保健功能 而流傳到全世界 逐漸被營銷成為一種高檔食用油 鹼藍油在中國的市場 價格很昂貴 是普通食用油的五倍到八倍左右 超市當中一進一盛裝的鹼藍油 往往賣到過百元 到現在鹼藍油不單是很多 追求健康人群的用油首選 更加是節慶時期送禮的佳品 到現在受到廣大消費者的追捧 現在Bubu就來到超市 跟大家一起看看我們的鹼藍油 Bubu看了一下 發覺現在超市上賣的品品 都是比較多的 同時也包括有初榨、精煉 以及調和幾種之分 而且剛才我發覺 鹼藍油進口那種價錢是特別之貴 比普通市面上的食用油要過幾倍 而我們的調查員 亦都在購物網站查詢了一項 發現橄欖油的銷售量是比較驚人急 有些網店一款橄欖油的銷售量 甚至去到八千多單 而價格也是從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 基本上標榜的都是從外國原裝盡口 阿姨,我想問你家裡用的是甚麼油 有時會吃阿鐵雲的花生油 覺得它比較便宜 湧花香 有聽過橄欖油嗎? 沒有買過橄欖油 沒有買過嗎? 為什麼不會選擇它的? 沒吃過 那如果有機會你會否試試? 可以的 你們用的是甚麼油 花生油 花生油 为什么会选择花生油呢 觉得好像放心吧 那你听过橄榄油吗 听说过 听说过对吧 那你觉得橄榄油有什么地方 橄榄油也可以 就是贵一些 就是贵了一点 就是它营养还是蛮好的 对对对 我来用花生油 花生油 为什么会选花生油呢 香啊 软一点 就是落锅比较香一点 比较便宜一点 对吧 都不是便宜 那相对于其他而已 那你有没有听过橄榄油啊 听说 听说对吧 那我孙子吃橄榄油 那你会不会吃橄榄油 会啊 都是一起吃的 那为什么会选择橄榄油呢 有的嘛 有健康 对没错 调和油 调和油 为什么会选调和油呢 为什么啊 嗯 我不知道啊 就是一直用开这个 是啊 因为花生油那些油 好像你炒要 要炒的时候要烧得很热的 是这样才炒得香 是啊 那调和油就不用烧得那么热 加上调和油便宜一点 那你家里有没有用过橄榄油 用过 老人家 我老爸用 哦 那就是一般用于凉拌半面那些 是 没有用你 拌菜 拌菜 是 是 其他拿来炒就好 没有用过 有机会呢 你会不会使用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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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呀 价钱 是 是 公司 知道 是吗 是 听说过 但是 现在还没开始用 下次 以后可能会冷一下 看来大部分街坊都认为 橄榄油应该是比较好的食用油 但是基于价钱和味道方面的考虑 很多街坊都表示 要考虑一下以后是否用它作为主要的食用油 而有些觉得它比其他食用油更加有营养 家里都是用它来煮菜的 为什么橄榄油会被称为最健康的食用油 听说它有几个特别之处 首先第一个 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含有百分之七十以上 第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第三它不含胆固醇 第四它是最接近母乳的基本脂肪酸比例 是非常适合BB食用的 那究竟这几个是否它特有的点呢 我们从它第一个点着手调查 我们拿了几个样本给食用老师做检测 分别是橄榄油和几种植物油 进行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的测试 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评价食用油营养水平的重要依据 它是构成体内脂肪的一种脂肪酸 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可以有效地控制人体血脂的浓度 并提高对人体有益的高浓度子蛋白的含量 保持低浓度血脂水平对保持身体健康 预防心路血管疾病 改善内分泌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防止血伸的形成 预防中风 就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 提供视觉神经所需的营养成分 防止射力障碍 提高体内蛋白质的消炎杀菌能力 减轻关节炎精装 润滑关节减轻疼痛 减轻疾 прошл 因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从油的这个概念来说的话 没有一个单一的食用油 我们称之为最好的食用油 因为我们把食用油里面的成分分成几大类 那么一大类是饱和脂肪酸 一大类是单不饱和脂肪酸 一大类是多不饱和脂肪酸 那么这三类脂肪酸 在我们人体的健康里面起到不同的作用 而且这三类脂肪酸它的功能 一般来说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互相替代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某一个植物油里面 还有某一个成分它比较高 它可以起到它自己特性的作用 但是它没办法替代其他的植物油的作用 那么所以说我们只是说 它的作用是有益我们健康 但是不能说是最健康的 专家说好像葵花籽油 粟米油等等这些食用油 都是含有大量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并不是只有橄榄油才有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 橄榄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我们一起再来做个检测 我们接下来 拿橄榄油做个维生素E的含量检测 同样用来参照对比的有花生油 葵花籽油和宿物油 维生素E可以有效对抗自由基 抑制过氧化脂肪的生性 可以去除黄河斑 抑制落氨酸末的活性 从而减少黑色素的生性 从测试结果里面来看 从维生素的含量 对于脂溶性的维生素 那么维生素E的含量来说 应该是所有的植物油里面 它含量都不算低 如果从单纯维生素E的含量来说的话 它并不是橄榄油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所以应该是花生油 或者我们所谓的菜籽油 那么含量都比较高 那其实单购一种食物 来获得营养是不科学的 现在讲究的都是均衡的饮食理念 看来橄榄油这个卖点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我们来看看第三点 橄榄油不含胆固醇 那难道其他食用油就含有胆固醇了吗 我们再拿来用橄榄油和几种植物食用油来做检测 分别有橄榄油 葵花子油 松米油和花生油 但它们各自的胆固醇含量 胆固醇有分为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两种 前者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 称之为好的胆固醇 而后者如果指数偏高 冠心病的危险性会增加 被称之为坏的胆固醇 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 每单位在140到199毫克之间 是比较正常的胆固醇水平 从检测结果来看 橄榄油的胆固醇含量的确是零 但是其他几种植物油检测出来的胆固醇含量 都是零斤 实际上从胆固醇这个概念上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误解了油和胆固醇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所说的胆固醇应该这个概念是 动物性食物里面特别含有的一个成分 应该是说所有的植物油 植物油或者是植物性食物吧 那么都不应该含有胆固醇 那么胆固醇是特质动物性食物的一个成分 橄榄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其实很多植物食用油 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都很高 橄榄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其实很多食物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最后一个就是说 橄榄油它不含胆固醇 其实全部的植物食用油都是不含有胆固醇的 所以说橄榄油这三个特别之处 又真的没什么特别的 橄榄油是最接近母乳的基本脂肪酸比例 十分之适合婴儿食用 这个特别之处是不是真的呢 橄榄油不要用来炒菜 这个油里面那些有价值的营养成分 就不正义高温 生活调查团下一节回来 我们继续为你调查 刚才我们就调查了橄榄油三个特别的真相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它是最接近母乳基本脂肪酸比例 很适合婴儿食用 那究竟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实际上从橄榄油这个现场上来说的话 就有点夸张了一点 刚才已经说到 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 那么对于油的脂肪的成分的需要量 实际上是相差不大的 我们还是希望单不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和保护脂肪酸的合理的比例 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健康 单纯强调三种之间其中的一种的功能 实际上来说都是不安全的 所以它本身的含量是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一种植物 那么意味着它其他两类的脂肪酸的含量是不合理 就是说比例不是很合理的 所以它接近婴儿的使用 实际上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准确的 哇 体能这个特别之处就是误度成分居多 所以提醒我们电视机前各位新手的爸爸妈妈 最好不要让你的宝宝食用食用油了 但是宝宝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听说现在橄榄油是不可以用来炒菜的 因为它会大大降低维生素E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那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听说的说法就是橄榄油不可以用来炒菜 好像是吧 那你觉得这个说法对不对吗 但是我看炒菜的那些人好像都有 就是说煎油扒的那些好像都有用这样油那些 那你也有分很多的 其实我不太清楚 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橄榄油是不可以用来炒菜的呢 我没有听过说 没有听过 就觉得橄榄油是比较适合 你就会用来拌面炒菜都可以 他们就说吃了好啊 那你有没有听过那些说法就是橄榄油是不可以用来炒菜的 哦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是的 那你一般用橄榄油是用于炒菜还是半面 什么都用 就是什么都用 反过我煮熟就用 煮菜都用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听过那些说法就是橄榄油是不可以用来炒菜的呢 没有听过听见橄榄油呢 没听过 没听过 不过我都不会用来炒 为什么啊 始终都是感觉没有那个香气嘛 你炒菜就是要爆那个锅香嘛 听过听过 那会不会选择橄榄油炒菜呢 我们橄榄油我们很少拿去炒菜 为什么呢 橄榄油因为它有炒菜的那种味道 吃到好似的都不是太适应 就是不是很适应 我们用来拌面啊煮面的食物 就是拌面啊凉拌啊那些 好像没有啊 那你一般是给小朋友吃的时候是怎样煮的 两拌拌面啊还是怎样的 是啊 拌面啊 就是拌面 就是不会用橄榄油炒菜 比较少 因为它都是跟我们一起吃的 那为什么不用橄榄油炒菜呢 因为始终怎么说呢 我觉得好像橄榄油 就是说煮起身呢 因为我们一家人吃的话 可能老人家可能会觉得 那些味道可能 那些味道可能不太好 始终是花生油 对啊始终是花生油 就是花生油会比较香一点 对啊 我们的调查员在街坊当中理解到 大部分街坊都没有听说过 橄榄油是不可以用来炒菜的 所以我们的调查员决定再做一个测试 好了 现在在我手上呢 就是刚刚在超市买回来的橄榄油 等一会我们将会倒入去报道了一个实验 那一般炒菜来说 我们的光度也是达到200摄氏度以上的 等一会我们看一看 橄榄油在200摄氏度高温烹煮了之后 和煤煮之前我们所行的维生素衣有什么不同 好了 大家现在看到了 温度是达到了200摄氏度 等着10分钟之后我们摊冻了这个橄榄油之后 就会装进去这个瓶里面 送到去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我们来看一看 经过了这个煮之后的橄榄油 和未煮之前的橄榄油 它们的维生素E是有什么不同的 我们将调查员杯杯 刚刚用高温烹煮过的橄榄油 拿给食物老师进行维生素E的含量检测 和我们之前检测未烹煮过的橄榄油 维生素E含量进行对比 经过高温烹煮的橄榄油 维生素E的含量的确大大降低了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分几个点来看 第一个从营养成分来说 营养成分的橄榄油大多数80% 或者大部分都是单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其他附含其他维生素B、A、 还有其他B这些 这些还有多分类的化合物 这些营养成分 这些化合物的维生素A 其实它在高温情况下 长时间比较长时间 要破坏 破坏都比较彻底的了 所以高温的时候 你想保留 这个油里面那些 这些有价值的营养成分 不正义高温 另外一个就是 高温的油会产生一个 它会发生的氧化 也叫做变性 会产生有害的 产生有害的反式脂肪酸 原来选用减淡油作为食用油 是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烹煮类型的食物 现在我就邀请了营养科的油医生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油医生有请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是的 刚刚我在超市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油 想请教一下油医生 是否烹煮不同方式的食物 都是要用不同一样的油的呢 是的 因为不同的油的营养成分 油脂结构的比例是不同的 有些油的饱和脂光酸比较多 由单不饱和脂光酸 或者多不饱和脂光酸的含量是不同的 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有不同的 哦 所以不同的烹饪方法 就会影响到它的营养结构 朱后美的潜失程度 哦 那好像我们这个 例如是凉拌 那是适用于哪种油比较多些呢 凉拌的话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用洗用的是稳定性比较低一点的 嗯 这个时候你炸一下 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这个 我们桌面放在那里面 可以比较适用的 可能就是这个 哦 这个初榨蛋白油 是的 这个就可以用到两半了 哦 好的 我们要如何区分它是优质的蛋白油呢 是 第一可能要看铲地 铲地 是的 所以它的标签里面 哪里是会比较美一点的铲地 是 因为这间应该是欧洲地中海 地中海不仅的原产地 嗯 但是这个标签里面的意思 我们要 这个写字是铲地中海 嗯 地中海 是的 那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会可证的 有一个标签的 这个 分别它是不是优质的 嗯 但是有点重要的一个 这是它的酸度 酸度 是的 酸度一般情况是比较优质的 我认为零少于百分之一 那我的程序怎么判断 不是 我们判断不了 它会写出来 是的 是的 一定会有标签 这个标签的规格 一定是 它是一个标准 它一定要按照标准 不是 按照这样 它应该判断不了货的 应该照样 那如果呢 我们平时炒菜 那炒菜是适合哪一类型的油 比较多些呢 一般炒菜的话呢 我们用那些油的温点 稍微会高一点的 就是稳定性比较好一点的 对 因为畢竟是高温 高温射下下下 如果你想保持它的营养成分 那这就要用稍微高温一点的 这个稳定性 那是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最上次的那些 直接油 这个油吗 发生油 发生油是吧 这个 发生油 油的量就是看你炒菜的量 有时我们炒菜 可能用油量 不一定是我们吃的油量 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吃的 不一定是吃的 这个油量是猪油 猪油 猪油 对 植米油这边也有油 对 这个是吗 芥花籽油 对 这几种油比较適合油炸 高温时候油炸 那今天现场 我们也买了鱼鱼 好 我们就试一下 好 我们就试一下 试一下油炸 看看有什么 炸的话 油量会多些 多些 是吗 对 所以我们在炸的时候 要注意火候 对 也不可以 说油的营养成分 不可以让它流失 对吗 所以要保持一定的温度 对 一个是为了保持营养成分 雕塞 另外一个就是 最关键是安全 因为油温过高 会产生反射脂肪酸 或者其他有害的物质 绝对身体油 对 有些是这样的 那时候 油温要控制好 好 谢谢油医生 今天真是不问不知 原来家里的瓶油 是这么讲究的 今天杯杯真是赚知识了 听了专家的建议 相信大家对于 減淡油的知识 也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今期的节目 就调查到这里 一起来看看今期节目的回顾 橄榄油只是一种 比较好的食用油 但并不是比其他植物油 明显有更高的营养价值 它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和其他的植物油 一样不含胆固醇 橄榄油的组成 并不符合应幼儿的营养需求 橄榄油炒菜不至于 明显产生有害成分 但其中的抗氧化成分 会被破坏 优质的橄榄油 要选择错诈的为止最好 准准激光防疫的CIQ标准 健康生活从选择你家那一章开始 相信各位街坊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都应该知道 如何选择一张适合你家的油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 如果大家想关注我们更多内容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春好生活调查团 不单可以参加互动 赢取我们的礼品之外 还可以提意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